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Biking機車資訊網 我是小三 今天我們又來到了台中的麗寶賽車場 這一次是受到台灣本田的邀請 來參加CBR650F以及CB650F的媒體試駕會 其實嚴格說起來這兩款車 一台是跑旅一台是街跑 他們都是比較偏公路使用這樣的特性 但是為了讓我們更加完整的 去了解它的騎乘特性 以及它瀕臨極限駕駛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感受 所以今天我們還是進入了賽道 來體驗一下這兩台車 他們的真實操控表現 這一次我們所試駕的兩款車型 CBR650F和CB650F 都是2017年式的最新版本 和過去的版本相比 主要是針對外型的細節 部分的配備 以及一些駕駛設定 做出了優化和改良 希望讓這兩台人氣車款 可以變得更容易操控 也更好上手 那首先我們來看到CBR650F的部分 2017年式的CBR650F 它在外觀視覺上延續了過去的風格 一樣是使用線條比較簡潔 直接的整流罩設計 來賦予它旅跑型車款 應有的運動感和大氣風格 那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新款CBR650F針對前整流罩 大燈附近的位置 設計了大型的空氣導管 在內部也做了一些導流的套件 來增加它的進氣效率 那燈具呢也變更為LED頭燈組 視覺效果上變得更有科技感 也更有運動氣息了 那2017年式的CBR650F 這同樣是維持運動化街車的風格 再透過更有科技感的LED頭燈組 以及更佈肌肉感的車體線條 來提升整體的視覺效果 讓CBR650F呢 擁有了更鮮明的風格和關注度 那同時 CBR650F也特別在車身側面 胸蓋的部分呢 增加了進氣引導的設計 來獲得更好的進氣效率 另外CBR650F的騎乘姿勢也有所改變 把手位置進行了往前2公分 向下3.5公分的調整 讓騎乘姿勢維持在舒適的範圍之內 但是會變得更淺傾更運動化一點 那同時也針對把手的灌坐和連接處呢 加強了橡膠減震的設計 再搭配把手重量 來做最佳化的調整 達到更好的舒適性 另外CBR650F和CBR650F呢 都有針對乙墊的橡膠墊片 來做改良 讓騎士在駕駛過程中 可以獲得震動更低 更舒服的駕駛感受 那實際進入賽道騎乘 首先我們試駕的是2017年式的CBR650F 它所採用的是水冷四行程 便利的四缸DHC4V 649cc的引擎 最大馬力是75P 在9000轉的時候產生 最大扭力則是6.4公斤米 在8000轉的時候產生 那這次改款呢 HONDA CB650F和CBR650F 都有針對齒比來進行調整 讓它在2檔到5檔之間 擁有更緊密的齒比 這樣子的設定 對應到以2、3檔為主的 力寶賽車場賽道 在駕駛感受上是更愉快的 我們也可以更自然的 把轉速維持在高轉速域 並且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發揮出HONDA CB650F 這具四缸引擎所應有的動力優勢 那另外 2017年4的CB650F 就像我們剛剛所說的 它的把手設定做了一些變更 所以會讓騎乘姿勢變得比較淺傾 雖然嚴格來說 還是比較偏舒適取向 不會讓你變得太趴太難騎 可是整體而言呢 它的操控感受是變得更好的 而且當你來到比較陌生 還不是那麼熟悉的路段的時候呢 高把所帶來的靈活操控感 反而可以幫助你熟悉路況 並且早一步的來掌握騎乘的節奏 那其實過去呢 我曾經在雪邦賽車場 駕駛過舊款的CB650F 特性大致上相同 但是會感覺懸吊系統比較偏軟 因為它畢竟還是接到取向的車款 但是2017年4的CB650F 它在將懸吊升級為秀娃的 SDBV前叉以後呢 它擁有了更好的穩定性和支撐性 所以當我在重煞減速 彎中迴旋 還有在準備脫離彎道 要開啟油門加速的時候呢 CB650F 都可以給我更好的懸吊回饋感 那這一點來說 我覺得是很棒的 那如果對應到一般的山路呢 我想它是可以讓你更精準的去控制路線 去享受挑戰彎道的樂趣 這個部分呢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那當然 身為街車行事的CB650F 它在傾角設定上呢 還是比較受限的 雖然說我認為在一般的山路上騎乘 這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在這次賽道試駕上呢 我也還玩的蠻開心的 可是如果跟重視運動性能的仿賽車 或是跑車相比 還是有著明顯的差距 賽車場呢 並不會是它最擅長的領域 但是客觀來說呢 它還是可以帶給你相當程度的樂趣 尤其 如果你不是常常跑賽道 來練習進階駕駛技巧的騎士 那CB650F呢 其實是更平易技能 也更容易去體驗操控樂趣的車款 那麽在2017年式的CBR650F的部分 一樣是採用水冷四行程便利四缸的 DHC4V 649CC的引擎 最大馬力呢 是75匹 在9000轉的時候產生 最大扭力 則是6.1公斤米 在8500轉的時候產生 那雖然說動力本體的部分 大致上是相同的 但是因為它的騎乘姿勢呢 是更趴低 更戰鬥的 所以當我們在賽道上行駛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喔 你可以更快速的去做出應有的操控反應 包括直線上我們要趴低身體 降低風阻的時候 又或者是 進彎之前我們要煞車 身體跟車輛動態回饋之間的互動 它都可以讓騎士呢 覺得更容易上手 整體而言 它也更適用於激烈的操控 那當然 如果單就車款定位和整體設定而言 CBR650F雖然比CB650F呢 更適用於激烈操架 可是它終究還是一台旅跑型車款 所以如果你要用更嚴格的標準 拿它來跟一些仿賽型的車款相比 你會發現呢 它還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包括傾角啦 包括騎乘姿勢的設定 都是相對比較溫和 比較偏接到取向的 但是這樣的特性呢 如果你把它換個角度思考 你會發現CBR650F其實是更好上手的 它不會像仿賽車跑車那樣 因為姿勢過於戰鬥 所以在長時間騎乘之下呢 比較容易造成疲勞 那也不會因為動力帶過於集中 讓你感覺隨時都要保持在高度專注的緊繃狀態下來進行騎乘 CBR650F它所擁有的 是可以讓你自由切換的寬容度 你可以放輕鬆一點 去享受中低轉速域 所具備的低震動 舒適化的駕駛感受 那也可以像我們這次在賽道上一樣 把轉速拉高 用帶有運動化設定的騎乘姿勢呢 來體驗四缸引擎的高轉爆發力 那這個本來就是旅跑型車款 它先天所特有的優勢 兼具了運動和舒適的雙重特質 讓一般騎士在開始想要接觸運動型車款 性能型車款的時候 可以使用像是CBR650F這樣的車型 作為入門的體驗 那這次我們所介紹的這兩款車呢 說真的我都還蠻喜歡的 CBR650F那種更輕鬆更愜意的騎乘特性 對應到每天的日常生活之中 我想是非常棒的 它會讓你每天都想要騎它出門 跑跑山路啦 沙沙彎也都不是問題 很好掌握 那CBR650F的旅跑車特質呢 則是可以讓你喜歡跑車風格 但是又希望不要隨時隨地都那麼緊繃 還是要保持日常舒適性和長途駕駛能力的騎士呢 可以有更適切的選擇 所以就這兩款車來說呢 我認為都可以符合大多數騎士的需求 也能夠讓我們在跨路紅排急駒 要嘗試600cc以上大型重機的時候呢 可以擁有更輕鬆更無負擔的購車選擇 那麼以上呢就是我們這一次 在台中利寶賽車場所帶來的Honda CBR650F以及CB650F的媒體試駕會心得報告 那說真的這兩款車 雖然他們都不是完全的運動啊 性能這樣的取向 可是今天在賽車場上呢 還是讓我覺得玩得很開心 很好玩 那如果說你喜歡的就是這一種 平常你可以輕鬆休閒的騎 那需要運動性能 需要給你多一點駕駛樂趣的時候 也可以滿足你的車 那我想這兩款車都非常的適合 那過去呢我們有做過CBR650F的完整介紹了 那接下來我們現在會製作的 就是CB650F的印測式報告 所以如果你對這款車有興趣 你想要更加了解Honda的四缸機種 那我們就請持續收聽我們Bike in機車資訊網 我是小鎮 謝謝你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